咳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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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 不好意思 直接就进来用厕所 没关系 你们休息一下 对了 你几个月了 你发现了 我已经三个月了 我记得那天下雨 然后在她书店门口嘛 我就进去 借用了厕所 没想到 后来妈妈妈妈经常去 就变成好朋友了 看到她第一眼的时候 觉得特别有缘 我想到我三年前 也是这个样子 这个状态 我也不算是很有经验了 但是我毕竟有一个孩子嘛 就跟她传授一些 要当妈妈之前 要注意的一些事情 我现在基本确定 给宝宝喂母乳了 但是我有点慌 又要工作又要挤奶 这你以前怎么熬过来的 欢迎光临 蛮遗憾的 那时候女儿 刚出生一两个月 然后我一边 要忙着这家店 里面还要给她喂奶 所以最后 我只坚持了三个月 我把肚子饿了 这位是我婆婆 你们可以采访采访她吗 那个时候我们就是 把孩子带去 带到那个哺乳室 把小孩放在哺乳室的 我希望她不要上班 对啊 其实我觉得她这样 每天特别辛苦 那个又要喂奶啊 又要挤奶啊 有时候我会劝她说 辞了 她要搞她自己的事 我也不能强求她 你说是不是 不说了 看看 带阿姨 带阿姨搓搓手 是吗 还记得那天你问我 是怎么坚持喂母乳吗 记得 其实我没有坚持下去 这个给你 只要你坚持 她就能帮你更坚持 还要等多久了 笋干紫菜了 快点啦 来来来 磨磨蹭蹭的 来啦对不起啊 这药不是老顾客 我早上别人都去买去了 笋干跟紫菜快点 有随意不做 你还让我等这么久 你是不是在里面 干什么不三不四的事情呢 有点事 你干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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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见任奶瓶放在那里吗 不是 你说人家要喂奶 要做事情多不容易啊 你妈不会喂奶啊 你看你长得那么高 那么 那么胖 那其男什么时候放好起来 谁要现在起来 真是 你奶的他不懂你 你就是要让人家知道 不做生意嘛 人家需要说话呀是吧 把这个给你 以后把这个贴在门上 你的小店 就变成临时哺乳室了 谢谢你啊 他也就是喝的奶 都是他带回来的 他上班的时候把奶 就挤出来以后 带回来给他喝 所以也是很辛苦的 他说得很轻松 他说没事 就我们可以一起工作 可以给宝宝更好的未来 他送了好多那个 不乳帖给我了 我看有些人也需要嘛 我就送给别人的嘛 不乳帖啊 我送给你的 他帮我嘛 我肯定要帮别人了 我说的是鱼汤 是鸡鱼汤 发奶的 我妹妹的媳妇也要生了 要赶紧告诉她 让她也去领一张 现在好在门口贴了 那个什么 不乳帖是吧 叫我一看 这不就知道了吗 又游戏 by 不乳帖 滚吧 呵 universe 小laş了高兴的 你吧 tät 大 rose 也插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